這裡是東南亞服 5月23日那一天 東南亞服他們發生了 回黨事件 然後昨天呢 MVP他們也出了一些 問題 然後有些玩家就利用這個 Bug去獲得一些利益 然後呢 這兩次的Bug 他們都反饋了之後 然後今天進行了維護 然後補償 補償就是 他們送了一個 崛起版本的一個獎勵 這是一個椅子 然後就是 Bibi的箱子 然後 他們送了五個護身符 一個祥香場 我們要五個經驗值券 還有四個 榮譽勳章 那麼另外有一些人 另外有一些人 他是在回黨事件當中 因為 對 自身的 道具 或者任務進程 還有就是 鏈疾的經驗值 受到回調之後 受到影響 有些人 他就拿到了 拿到了 颱風秘藥 當然 因為我那一間 沒有在鏈接 所以我應該 沒有受到影響 但是如果說 你沒有 拿到這些獎勵的話 你可以根據 官網上面的 鏈接 去 說明你那些問題 然後附上你的圖片 的鏈接 然後他們就可以 給你一些 額外的補償 之類的 那先 先看到這裡